肠道健康人健康,为肠道功能的重要性和复杂性,还远不止于此,这里需要再次提醒的是,小肠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,它和胃,大肠一体搭负着我们体验免疫的80%,细胞免疫的50%,人的肠道有8到10米长,并且牵着百周,平均每隔3.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, 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,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,滞留在肠道的褶皱内,这些残渣堆积在肠道内发酵,腐败,并不断产生各种毒素,毒气,造成肠内环境恶化,肠胃功能紊乱,进而引发内分泌失调,新陈代谢紊乱等病症,可以毫不夸张的说,肠道问题是万病之源,肠道健康从台边可知, 据调查研究表明,在早上起床之后的一个小时内排泄对身体是最好的,因为人在经过晚上一整天的消化吸收之后,这个时候身体是需要排泄的, 这样才可以将身体里面的一些垃圾和肺物排除体内,然后再进行接下来一整天的消化吸收,这样自己的胃才有足够的空间,自己身体里面的一些消化器官才能更好地进行工作。 肠道健康自测,一下症状占了五条,就要重视肠道健康问题了。 一,常常不吃早餐,二,不坚持定期服用经常药,三,经常光顾快餐店,四,喜欢吃肉,不喜欢吃蔬菜,五,经常喝酒,第二天醒来酒精未消,六,头痛,肩膀痛,七,不坚持运动,八,经常保险,九,刷牙,石油牙吟出血现象,三,动不动就感觉疲劳, 十一,容易便秘,蹲测时间长,十二,经常便大便,十三,皮肤粗糙,十四,容易感冒,十五,有口臭,十六,容易紧张,烦躁,十七,经常放很臭的屁,酿成三个好习惯,养好肠道健康,第一招,固定时间排便,医学研究表明,人体自处神经有一定的自律性,排便也是这样, 如果能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,到了一定时间就会有便意,从而可以有效的防止便秘,不管有无便意,到时都要蹲你一下厕所,时间一长就自然养成良好的习惯了,不妨一试 第二招,多吃同点润肠食物,想要纠正便秘一定离不开正常的饮食结构,保持一个正常的饮食结构,不仅可以防止便秘,还是健康的必要措施,一些简单的食材,就是便秘的良药,摩鱼,登桃纲目记载,当时,我们的祖先就用摩鱼来治病了,摩鱼含有十六种氨基酸,十种框物质微量元素, 和丰富的食物纤维,具有降血糖,降血质,三毒,养盐,通脉,减肥,通便,胎胃等多种功能,现代医学将摩鱼中改善便秘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,同时增加一些健脾未去湿气的食材,熟义米,赤小豆,山鹅,糯米,茯苓等,一起打磨成赤豆摩鱼艺人粉,发现效果明显增强, 而且赤豆摩鱼艺人粉,人体更易于吸收,在调及肠道均均平衡,促进肠道蠕动,轻肠道,便利等肠道疾病上效果突出,第三招,按摩招,可采取占位,也可以采取仰卧位,左手称暗于起步,右手跌压左手上,先顺视针方向弱腹部,分立视针方向弱腹部,次数相得, 过程中,有一时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掌下,保持呼吸自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